手机发展的每个阶段,总有我们熟悉且能接受的形态。 但在其中,也不乏由手机不走寻常路,以奇思妙想的设计博得眼球但不被市场认可,而有些手机即便在现在看来也很是奇葩。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都存在哪些奇葩手机。 这些手机排名不分先后,仅以奇葩作为标准。 第一部是名副其实的专机,与去年的MWC大会亮相。 这款手机名叫MAX P18 K-POP,由一家叫做静亮的公司发布。 该机发布的理念有两个,极致的全面屏和极致的续航能力。 这听起来似乎很不错,而事实上这款手机也确实拥有50天的待机时间。 但要知道它的电池容量达到了18000miliampere-hour,现在那些号称有5000miliampere-hour大电池的手机在它面前也只能是小弟弟。 然而,它的机身厚度达到了18毫米,重量自然更不用说了,一只手根本无法正常握持。 这样的反人类设计看上去似乎让人匪夷所思,但要知道尽量是一家做电池的公司就释然了,这样的手机发布出来根本不是拿来卖的,更多的是炫技。 只是看到这样的手机依然让人觉得很奇葩。 现在智能手机都拼命提升拍照能力,妄想可以媲美一些专业相机。 而三星早在多年前就有一个大胆的尝试,直接把数码相机装进手机里面。 目前,智能手机相机中有一个宣传较多的参数,那就是变焦能力,大多数旗舰手机还只是支持5倍光学变焦。 而这款2013年发布的三星Galaxy S4 Zoom就已经支持10倍光学变焦,还有24毫米可伸缩镜头。 然而,消费者想要的是买手机送相机,而不是买相机送手机,所以三星在继续发布一款Galaxy K Zoom之后,这种形式的手机就彻底夭折了。 近期,LG的手机一向充满设计感,比如最近的Wing双屏幕手机,但一直不被市场认可。 其原因可能是虽然看起来很炫目,但一点不实用。 2013年的时候,LG就推出过一款看起来比较奇葩的手机,LG G Flex。 其采用曲面设计,不仅是屏幕,整个机身也是弯曲的。 似乎是要致敬更早以前的手机,除了有更好的握感,还能在打电话的时候更贴合耳朵。 但是在日常屏幕点触操作的时候,总感觉怪怪的。 而Flex机型也是推出两代就咬无音讯了。 有上下弯曲的手机,自然会有左右弯曲的手机,于是三星便推出了Galaxy Route。 当时刚推出知识就已符合人体工程学,更贴合人的脸部大吹特吹,但当时三星可能不知道,手机并不主要是拿来打电话的。 所以这款手机最终也只能无疾而终。 但它和LG G Flex对柔性屏幕的探索一定程度上为现在的折叠屏手机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启发。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华确当年发布的Pad Phone,刚推出的时候确实吸引的不少关注,但本质上只是平板加手机的简单结合,并没有太多技术创新的东西。 也许这部手机只是华硕进军智能手机市场博取关注的筹码,所以Pad Phone最终也避免不了销声匿迹的命运。 光看以上这张图片,如果之前没有了解,相信不少人不会觉得它是一部手机。 但它确实是一部手机,而且有些年头,这款名叫诺基亚7280的手机于2005年上市。 而它奇葩的地方无非在于它的外形,因为它确实是一款不像手机的手机,起码不是我们熟悉且能接受的手机。 但这种颠覆传统设计的手机在如今很多人看来非常经典,并被不少人称为口红机。 当然,奇葩手机不止这些,在当年山寨横行的时候也诞生了一些奇形怪状的手机,比如将手机做成汽车模型、香烟盒、手电筒等样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